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证实所来刺激的身份 但是他们证实司机已经死亡 并说那名联合国工作人员的下落不明 目前还不清楚凶手是谁 当局正在调查这一事件 目击者说联合国官员乘坐的汽车 在遭遇突袭后撞到了墙上 自从2004年巴基斯坦西南地区爆发叛乱活动以来 当地已有数百人丧生 该地区的反叛分子要求政治自治 并且更多地分享当地的自然资源 阿富汗当局说 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在阿富汗南部炸死21名警察 乌鲁兹甘省警察局长说 凶手今天也就是星期一 身着警察制服进入省首府一个警察培训中心 随后在警察中间引爆自杀 还有至少8名警察受伤 塔利班目前已经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 袭击事件发生的阿富汗南部是塔利班叛乱活动的中心 星期天塔利班反叛分子宣布 对发生在首都喀布尔的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负责 那次袭击中造成至少两名阿富汗人受伤 正在对英国进行三天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表示 他有信心世界能够度过这场经济危机 那么在另一方面 温家宝也表示中国正考虑在去年年底宣布的 4万亿美元刺激方案的基础上 采取新的措施来振兴经济 详细内容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星期天在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举行的晚宴上 英国商务大臣曼德尔森 对中国提出的经济刺激方案表示欢迎 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 刺激经济需求 其中包括一项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计划 这十分重要 因为中国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之一 而我们希望看到全球经济继续成长 而不是消退 中国总理温家宝表示 虽然后有很多困难 但是2009年中国可以维持八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 保险达到百分之八左右的速度吗 我坦率告诉大家 依然很困难 因为中国管得了自己 管不了世界 温家宝表示他这次出访 也是为了加强同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合作 我这次来还带来同世界各国 特别是欧洲合作的愿望 我认为应对这场危机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独善其身 更不可置身度外 星期天 一些西藏支持者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外举行了示威 早些时候 温家宝前往中国驻伦敦使馆时 英国警方拘留了几名示威者 温家宝今天会晤英国首相布朗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一名中国官员说 由于全球经济危机 据估计有2000万农民工失去了工作 中国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希文 今天对记者说 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出口需求下降 造成了大批农民工失业 陈希文说 由于每年有大约600万人试图加入农民工就业市场 这使得问题更加严重 陈希文承认最近发生过失业农民工群体示威事件 他说 抗疫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农村居民权益未能得到保护 中国领导人担心经济状况不好 有可能会引发范围广泛的动乱 并要求军队严格听从共产党的指挥 纽约中国城星期天举行农历春节大游行 有数千人参加 并有来自各地的游客观看 热闹的气氛在经济不景气之际为人们带来了希望 详细内容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星期天是农历初期 纽约中国城然充满了庆祝新年的热闹气氛 整天嘎响的锣鼓声和鞭炮声 穿插着传统的武龙武师 小朋友的武术表演 以及色彩鲜艳的大型气球 还有身穿传统服装 等待出发的游行队伍 游行时间一到 由纽约市政要华人社区领袖 以及数十个侨团总共超过五千人组成的游行队伍 开始出发 街道两旁以及商家的门口 挤满了近万名来自各地的游客和当地的华人居民参观 虽然美国金融危机导致商家的景气普遍萧条 但热闹的气氛然给民众们带来希望 尤其是农历年前 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才刚刚就职 许多人对未来这一年充满了期待 希望中国人牛年的吉祥象象征 也能够带领美国的华尔街股市 重返牛市 这位纽约市的华裔居民张女士说 有了一位好总统 我的新的一年充满希望 因为我也是属牛的 因此我想今年会有好运气 游行结束之后 还有更多的文化表演活动 让身在异乡的华人居民们 也能够体会浓浓的过年气氛 星期天这场大游行 使纽约长达一周的农历春节庆祝活动 达到了最高潮 传统上纽约中国城 除了大年初一的各种庆祝活动之外 还要特别选在春节期间的一个星期天 举行大游行 好让更多的人来参加和观看 更重要的是促进中国城店家的生意 许多的参与者们都表示 希望游行的欢乐气氛 能为来年带来好兆头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了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感谢您的收听 收看